路德记第三章 路德的婆婆拿额米对她说 女儿啊,我不是应当为你找个归宿,使你得到幸福吗? 你尝尝和她的女佣人在一起的布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戚吗? 她今天晚上要在河场上搏大麦 你洗个澡,抹上香膏,穿上斗篷,就下到河场去 不过,那个人还没有吃喝完毕,别让她认出你来 等到她躺下来,你要弄清楚她所躺的地方 进去掀露她的脚,然后躺下去 她就会告诉你该做什么 路德对她说,你吩咐的,我就去做 于是她下到河场去,照着婆婆吩咐的一切去做 布阿斯吃喝完了,心里舒畅,就去躺在麦堆的旁边 路德悄悄地来,先露她的脚,躺卧下去 到了夜半,布阿斯惊醒过来 一翻身,就看到一个女子躺在她的脚边 就说,你是谁? 她回答,我是你的卑女路德 请用你的衣巾遮盖你的卑女 因为你是我的有买赎权的近亲 伯阿斯说 我女儿,愿你蒙耶和华赐福 你幕后表现的爱心比起初更大 因为年轻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 我女儿,现在你不要怕 你所说的,我一定去做 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惠的女人 不错,我是你那有买赎权的近亲 可惜,还有一个有买赎权的近亲 比我更亲 今晚,你就在这里过夜 明早如果她肯尽买赎你的本分 好,就由她来旅行 假如她不愿意这样做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我一定尽买赎你的本分 你只管躺到天亮吧 路德躺在布阿斯脚边直到早晨 因为布阿斯说过,不可以让人知道有女人来过何场 路德就趁天色未明 人们彼此无法辨认的时候,就起来 他又说 拿你所批的外衣来,把它打开 它打开了,他就量了六泊鸡大麦,放在他的肩上 路德就进城去 到他婆婆那里,婆婆就问 我女儿,怎样了 路德就把那人对他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了婆婆 又说 他给我这六泊鸡大麦,对我说 不要空手去见你婆婆 拿尔米说 我女儿,你尽管安静等候 直到你知道事情怎样了结 因为那人今天不把事情办妥 绝不歇息